我們今天要介紹另外一個叫做離散型的隨機變數 既然有離散型就會有連續型對不對 好就連續型 那我們先看離散型的隨機變數喔 好 那什麼叫做隨機變數 馬上就有人把門打開就走出去了 所以我是等一下 這名字很好記喔 好 那隨機變數是什麼呢 隨機變數是隨機實驗中對應樣本的時數值的函數 聽起來很local對不對 我們後面會再講 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隨機挑出一位 他的身高 他的體重 還有他的家庭收入 還包括他的國語英文數學這些成績 等等分數 甚至他的學業的平均 這些紙呢 都是隨機變數 就是我隨機得來的 這些數字 就叫做隨機變數 可以嗎 像你的身高你的體重 我隨便挑一位同學 挑出來 他的身高就是一個隨機變數 體重就是一個隨機變數 可以嗎 好 像 我們丟銅板 丟銅板呢 他可能會出現什麼 出現 我這邊是丟兩個銅板喔 兩個銅板可能會出現什麼 沒有正面 零個正面 一個人頭 一個人頭 或兩個人頭 這樣可以嗎 就是零個正面 一個正面 或兩個正面 那銅板出現正面的次數 正面的個數 就叫做一個隨機變數 可以嗎 那隨機變數的值 只有一個嗎 不一定對不對 好 假設你們的身高 是隨機變數對不對 我隨便叫一位同學起來 來報他的身高 那他就是他的尺對不對 我要不要叫一位來報一下他的身高 不用啦 還是你要泡專輯 先報一下自己的身高 啊不然報體重好了 好不好 好 更殘忍 沒有人說叫我先報一下我的體重 不用啦 這真的很殘忍 好 我昨天去金門辦工作坊 所以我今天才從金門 十二點多才回來 才回到 十二點多的飛機 飛到台中 然後呢 我去辦工作坊的時候 他們會幫我拍照 拍完照之後呢 就把它放到Facebook 然後就看了那張照片 看一看 怎麼好像又變胖 真的是蠻殘忍 好 好所以像這個銅板 銅板出現正面的個數 這個數就是一個隨機變數 他的值就有可能是0 有可能是1 有可能是2 這樣可以嗎 好 或者是什麼 丟兩個骰子 這兩個骰子的點數盒 這就是一個隨機變數對不對 他的值可能有什麼 如果兩顆丟上去掉下來都是1 那加起來就是2對不對 兩顆丟上去掉下來都是6 那加起來就是多少 12 所以他的值可能有2 有3 有4 有5 一直到多少 12 好 那這兩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上課都以這兩個為例子 用最簡單的來當例子 那隨機變數呢 我們知道 他只是代表 例如像 正面的次數對不對 或者點數核 所以他只是一個變數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會給他一個大斜 大斜的S 那他相對應的值呢 他的值呢 我們就用小寫的 英文字母來表示 所以隨機變數 我們用大寫的英文字母來表示哦 他相對應的值 我們用小寫的英文字母來表示 那隨機變數呢 那隨機變數呢 依他的特性 依他數值的特性 他可以分為離散型的隨機變數 或者像連續型的隨機變數 好 那什麼叫離散型的 離散型的隨機變數就是他的個數是有限的 或者是無限的 但是可數的 這個很難懂對不對 什麼叫有限的 像銅板的正面次數 不是零就是一 我丟兩顆銅板 不是零 沒有正面 一個正面 或者兩個正面對不對 他只有幾種情況 三種對不對 有限的 可以嗎 那這一種就叫做 離散型的隨機變數 那什麼叫做無限可數的 那無限可數 我們後面有例子 來你看 我丟一顆銅板兩次 哎呦 滑掉 丟一顆銅板兩次 輸線正面的次數 可能是012 這一種就是離散型的 可以嗎 或者像這一種 抽10台印表機來檢查他的品質 那10台印表機 我們要出現他不良的個數 那不良的個數有什麼 沒有一台不良 只有一台不良 兩台不良 三台不良 最多到幾台 10台對不對 所以他也是有限的對不對 有限的數字 所以他也是離散型的隨機變數 購買手機的顧客的性別 那性別呢 性別 這個隨機變數現在是性別哦 性別有男生或女生對不對 只有兩種可能嘛 不是男生就女生對不對 對 對 好 所以只有兩種可能 所以他是有限的對不對 所以他也是離散型的隨機變數 來像這個 購 咖啡廳一天的顧客 我現在的隨機變數是顧客的人數 那你一天進來咖啡廳的人數 可能什麼 可能有沒有人對不對 這間咖啡廳新開 可能很少人去有沒有 或者他促銷 他促銷後面就會什麼 大排長龍對不對 就很多人 你有沒有辦法知道他出現幾個人 他可能一百個人 可能一千個人對不對 都有可能 所以呢 我們知道他的指是離一二點點點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是到多少對不對 所以他有無窮多種可能的值 這一種就叫做離散型的 可數的喔 他可以數喔 因為我可以數 零個人 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四個人對不對 我可以數 可以嗎 但是呢 他是無窮多種可能的 那這一種也是 連續型的隨機變數 有沒有問題 所以他是可數 但是他是無限的 欸對不起 他是離散型的隨機變數 我剛講錯了 所以他是可數的 但是他有無窮多種可能 對 好 這一種也是離散型的隨機變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聽得懂嗎 不懂 好 來 這個懂得舉手 不懂 這個懂得舉手 不懂 好 從頭來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什麼是 隨機變數 跟他的隨機變數的值 這個懂不懂 可以喔 好 那隨機變數 我們用大S來表示 就是那個跟汪小菲結婚的那一個 用大S來表示 那他的值就用小S來表示 那小S你知道是誰了對不對 好 這個懂嗎 對不對 就像 好 舉個例子 再重來喔 像一顆銅板 值 好 一枚銅板值兩次 那值兩次的話呢 我現在要看他的是 出現正面的次數 這個出現正面的次數 就是我的大X 可以嗎 好 大X 好 那大X的值 我兩個銅板 有可能什麼 兩個丟上去掉下來 都是數字對不對 就沒有正面 所以他只可能是0 或者兩個銅板丟上去掉下來 一顆素線正面 一顆素線反面 那正面的次數就是1對不對 兩顆丟上去掉下來 兩顆都出現正面 他的值就是多少 2 這樣可以嗎 所以他的值可能有012 這個值就是小S 所以小S可能是0 小S可能是1 小S可能是2 這樣可以嗎 小S只有012 這三種 其中一種 那這個個數是有限的 他只有0 1 2是有限的 對不對 所以有限的的話 我們就稱作叫做 離扇型的隨機變數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是一個喔 所以如果他是有限的 我們就稱作 離扇型的隨機變數 來 像這個 抽10台印表機來檢查品質 不良的個數 所以不良的個數 就是我們的大X 可以嗎 好 這就是大S 那大S就是不良的個數 那他的值可能是什麼 我可能 我可能 沒有全部都是優良的 所以0台不良 一台壞掉了 一台不良 對不對 或者是兩台不良 對不對 點點點 最多的是什麼 10台不良 可以嗎 所以這個0呢 就是小X的其中一個 1有可能是小S 2有可能是小S 10有可能是小X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小X 是這些的其中一個 這沒問題 所以呢 這個也是什麼 也是有限格 對不對 只有01234578910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離扇型的隨機變數 可以嗎 好 好 再來 購買手機的顧客的性別 那性別就是我的隨機變數喔 因為進來買的顧客是隨機進來對不對 可能進來是男生或女生嘛 對不對 好 他的值是什麼 他的值就是男生 或者是什麼 女生 只有兩個對不對 男生或女生 所以他有限格 所以他也是離扇型的隨機變數 這樣可以嗎 好 這種叫離扇型的 最後一個比較難 就是 咖啡廳一天的顧客 那顧客的人數呢 就是我的隨機變數 可以嗎 好 但是呢 他可能沒有人進來 一個人進來 兩個人進來 有可能十個人進來 有可能一百個人進來 有可能一千個進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數字到底到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這些顧客 是可以數的對不對 0 1 2 3 4 這樣可以數可以嗎 那這種可以數的 但是他可能是無窮多個的 那這一種也稱作 離扇型的隨機變數 可以嗎 可以 好 所以離扇型的隨機變數是什麼 就是你的個數是有限的 或者是無限 但是可以數的 無限或可以數的 這種東西可以數的 在數學上可以數的定義 你就記得剛剛那樣就好了 不要再講下去了 再講下去等一下你們會聽不懂 好 另外呢 有一種叫做連續型的 來看一下什麼叫連續型的 有 例如什麼 時間 等候的時間 那等候的時間呢 它的隨機變數大X呢 就是等候的時間 可以嗎 那等候的時間它的值可能是什麼 可能等10秒 20秒 30.5秒 對不對 1分鐘 有時候你看醫生要等多久 我最常等過12個小時 為什麼等那麼久 我想一下 為什麼 因為那個醫生人太多了 不是那個醫生看的人太多了 他從早上看到晚上 差不多啦 8點到也沒有到12個小時 8點到6點 也很長了吧 對不對 好 我當然不是一直在那邊等 對不對 你看到你名字那麼長 你就會怎樣 就會溜出去晃一晃 時間到了再回來看一下 還沒有到你 再去晃一晃對不對 時間到了還沒有再回來看一下 你不會坐在那裡 坐那麼久吧 從早上坐到6點 不會 各位 這個 我走遠一點 才不會被錄到 我最討厭就是到那個很大很大的醫院 還有沒有支付 像那個中港部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有一間 很大很大的醫院 在右邊 那一家醫院呢 我帶我岳湖去看眼睛 然後去看眼睛的時候呢 我想說 像我在其他的醫院很早到對不對 他會可以 什麼 他不是有分兩種過號嗎 一個現場過號 一個預約過號 對不對 我岳湖已經先預約過好了 我就到那裡去 他通常很早到你會什麼 現場 所以他會把你排到前面去對不對 好 我8點就到了 到了之後呢 等到12點 才換我岳湖看 已經夠球了吧對不對 好看完了呢 才看半個小時 看完了之後就告訴我岳湖說 他的眼睛好像有一個洞 還要再做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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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檢查 然後就跟我岳湖就約時間 我約幾月幾號再來 然後幾月幾號再來 他做兩個檢查 分兩天 然後那個報告拿起來 我看了董音 我在看 上面只有寫一個 書都後 就是一個假洞 疑似有一個洞在那裡 書都後 然後我就看那個報告之後 我就很神奇 因為我花了半天的時間 才達到一個假洞兩個字 然後還要再做另外一個檢查 然後就一起 我就再問其他的地方 後來我們就到彰化紀錄教醫院 到彰化紀錄教醫院 他那個比較有制度 就是你可以發卡 那個醫生呢 他一天就可以幫你做完檢查 所以你在那裡 在彰化紀錄教醫院那邊 等那個醫生要等很久 他大概從早上 大概也是九點多去 等到大概下午三四點 夠久了吧 但是以後出去放在進來 就像我講 他有序號嘛對不對 所以你出去放在進來 然後等到下午快四點 但是看到他的時候 一次就檢查完了 他就很確定那個就是洞 然後就約下次太多的時間 你就不用在那邊 所以我不太喜歡那家醫院 每次去都等很久 好 所以等候的這個時間呢 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大於等於0的數字對不對 但是這個數字的值是多少 我不知道對不對 好 那這一種呢 就叫做連續型的 你看他可能是什麼 根號2對不對 1.14這種時間都可能跑出來 可以嗎 所以他不是 他是不可數的 那這一種就叫做連續型的隨機變數 來 或者像這個 一個廠商他的營業額 他的營業收入 大X就是營業收入 那小X的值呢 他可能收入什麼 收入是正的對不對 他可能收入 10塊 100塊 1000塊 1億2億有沒有 最近那個什麼 要300億對不對 最近那個被抓去的那個 不然會不會錄起來 不要講太多 好 走遠一點 真的 他拿那個 我之前有在大陸工作對不對 我可以講過大陸工作的故事嗎 是收水游的故事嗎 沒有 這麼喜歡聽故事對不對 大陸他們那時候 我在大陸工作那一段 剛好爆發大陸的收水游 那大陸收水游的時候 他們的央視拍了一個小時的 我叫他叫紀錄片 他去做什麼 他去怎麼去挖地溝 地溝油 他們那個叫地溝油 怎麼去挖地溝油 怎麼放到那個大鍋爐裡面去煮 他也都有拍出來 然後出來之後 再到一個什麼桶子裡面去精煉 然後去上面 他會放在一個桶子裡面 然後第一話說要擠 然後上面就塗那個 那個泡泡啊 那種雜質 都浮在上面那個 他整套都拍出來 好像在教你怎麼做地溝油 然後拍完了之後呢 包括那個人怎麼被抓 那些人怎麼被抓到 都有拍 抓到了之後呢 法院怎麼判息都有拍 然後拍完了之後 還拍像柯震東 不是被抓進去的嗎 出來就在那邊哭啊 對不對 那個也有 他說一貫的模式 就是他會請那些廠商出來講 講說他以後不敢了 他這樣做是不對的 他以後不敢 這個都有 到最後的槍壁都有 但是槍壁沒有拍啦 但是他有判息就抓去槍壁 這個整整大概兩個小時 他們大概兩個月就槍壁了 抓到到 然後被殺掉這兩個月 很有效率 然後呢 當時看完了之後 你就不敢吃他那邊的油 尤其是你看到那個餐廳啊 那個路邊的餐廳 然後你看到那個 一大個鐵桶 生鏽的鐵桶 如果是載出來就算了 載出來是什麼 是把廢油載出去嘛對不對 或者把他的那個什麼收水載出去嘛 他不是那是把他載進去 載進去那個車子就走了 桶子就放在裡面了 那個我就不敢去吃了 那那時候剛好回台灣 我就買了12罐 我都記得12罐 衛權大樓醬 他擔心 所以我只是回台灣 把台灣的地溝油擔心 他在吃而已 所以比較高級的地溝油 我們真的比較高級啦 我們真的比較高級 你如果看他現在的路線 現在新聞不都報告了嗎 都報他的路線嘛 雖然是猜測疑似 他們疑似把大陸的什麼 地溝油 然後送到香港對不對 再送到香港 再轉一轉到台灣有沒有 然後台灣再把它做經驗嘛 那我們台灣厲害的一點齁 為什麼 因為我在大陸看那個地溝油的時候呢 那個廠商說 他們有一批錢是賠錢的 他那個紀錄片裡面有寫 他有一批是賠錢的 他們去四川撈那個地溝油 撈完了之後練完 他們要請廠商來試油 廠商試了之後 那一批油他都不要 所以那些都是賠錢的 他在看為什麼四川的油那不要 那個油吃起來會難 所以他不要 但是你看那個 那個如果照那個路徑到香港 到台灣啊 我們做出來的油是什麼 是無色無味無臭 還可以通過檢驗對不對 所以我們比較厲害好對不對 我們放到 做完了之後再放到衛旋落後醬裡面 我們吃起來都沒什麼感覺對不對 那一家廠商是蠻惡劣的啦 因為他這樣子 而且他這樣在台灣這樣做 我就不相信他在大陸會很有良心 他在大陸地鐵也是同樣的方法 好我已經講完地溝油 抱怨我那家廠商 因為他讓我吃了十二罐味全拉肉醬 我 我有一個同事啦 他是 他在大陸教書 然後他是做食品科學的 他說那個油其實是可以 如果你不要他的來源不要那麼爛 是可以吃的 什麼意思呢就是 如果現在加了你煮菜對不對 加了你煮菜之後你煮完那個油會比較髒嘛 或者外面在賣那個食物炸那個東西 炸久了但是炸太多也會產生那個毒素不行 但是那種就是炸過幾次的而已 那種油比較乾淨的 雖然他看起來很髒 但是那種有經過經驗之後 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他說那個油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現在吃的不算很多 我們現在吃的是從水溝裡面挖出來 對不對 挖完之後那個油 或者是從皮革弄出來 那個油的重金屬 所以吃了之後 這個會存留 那個重金屬會得癌症 所以那個不太一樣 但是那個經驗的過程是可以的 就是你如果家裡的油 你收集好 你自己在家裡煮的油都收集好 那這個油我確定這些油的品質了 然後再去重新做一次經驗 經驗完之後 那重複出來的那個油 是可以再重複使用的 我們的化工真的蠻厲害的 但是厲害的東西 通常有時候會被用在不好的地方 好 那我們剛剛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因為講到營業收入對不對 那一家公司真的在大陸很賺錢 非常賺錢 我有一次坐那個大陸的火車 我們這樣會不會講太多故事 剛剛好 剛剛好 我們坐我坐大陸的火車那個 那就把它按暫停吧 好那像這一種 像這個 如果我一瓶1250CC的瓶裝汽水 那汽水呢我要從裡面抽出來 看那個汽水的容量 好這個在做產品的 品管的時候會有用喔 品管的時候他不是會灌 機器會灌那個嗎 灌完了之後那機器會走到你面前對不對 他可能會有一個人在檢查那個容量對不對 所以他就看過去看過去他就檢查 這容量太少就拿出來容量太少就當做是 什麼瑕疵品這樣可以嗎 所以有時候會賣瑕疵品會比較便宜 就是因為有人在那邊觀探 這叫品管 那品管的時候呢他去看那個汽水的容量 那汽水的容量就是我們大X 就是我們隨機變數 那我們知道呢 這個汽水它的容量最多最多到1250M 對不對 所以它的容量裡面的值可能是什麼 是0到1250M可以嗎 如果它太低 它就是不良品 如果它大概接近1250M就是兩品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隨機變數呢 是汽水的容量 它的值呢 就介於0到1250M之間 好那我們剛剛講 這兩個例子很重要 一個是銅板它正面的次數 另外一個是 丟骰子 兩顆骰子的盒 那這兩個呢 是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所以我們把它拿來講解 來第一個呢 是我們銅板 好 今天怎麼會一直記 好 丟銅板兩次 或者值兩個銅板都一樣 然後我們記錄它正面的個數 所以正面的個數就是我們的大X的咧 好這是我們的隨機變數 它的值是什麼 它的值可能是0 可能是1 可能是2 這個值就是我們的小X 可以嗎 所以像這裡 好結果可能是小S 它可能是反反就是0 一正一反就是1 兩邊都是正就是2 請接受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看它出現反反的機率 還有正反的機率 還有正的機率 這個我們上個禮拜有看過了 好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過來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 那我們第一個先看 如果我想要知道我們的隨機變數 那我現在隨機變數呢 是我的正面的個數對不對 好 正面的個數如果等於0 小X的值可能是什麼 可能有0 可能有1 可能有2 對不對 好 當我的隨機變數等於0 是代表什麼 代表我的銅板 沒有出現任何正面的機率 對不對 好 好 那我銅板只有幾種情況 只有反反 沒有正面對不對 一個叫正反 另外一個叫什麼 反正 最後一個叫正正對不對 然後如果我沒有任何正面 是這四個裡面的其中 一個可以嗎 所以它的機率是多少 四分之一 好 好 那如果我的銅板 正面的次數 等於1 它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p1對不對 正面的出現1的 那它的機率是多少 我用綠色的 四個裡面有兩個 有兩個出現一次正面對不對 所以它的機率是多少 四個裡面出現兩次 所以是 二分之一 可以嗎 好 最後一個 好 銅板 正面次數等於2 正面次數等於2 或可以把它寫成p2 p2 就是兩個正面的對不對 兩個正面的 剛剛用到藍色了 現在用紫色 兩個正面的是四個裡面 只出現幾次 一次 一次 所以它的機率是 四分之一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下面的這種情況 當 我的隨機變數 x 它的值 小s等於0的時候 那我的大x 就是等於0 就是沒有什麼 正面的時候 它的機率是四分之一 小s等於1 是代表一個正面 一個正面的時候 它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如果它是兩個正面 就是大x等於2的時候 它的機率是四分之一 所以我就可以寫出這張表 可以嗎 好 這張表上面是什麼 上面是我隨機變數 可能會出現的值 所以我用小s對不對 小x的話 它可能出現0 1 2 當小x的值 你看囉 大x 隨機變數的 等於小s的時候 它的機率是多少 當小s是0的時候 就是隨機變數等於0的時候 隨機變數等於0 就是沒有正面 沒有正面 它的機率是四分之一 如果是等於1 就是一個正面 它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如果是2 就是兩個正面 它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可以我們再往下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的機率分佈畫出來 好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沒有正面 這是一個正面 這是兩個正面 然後Y軸就是它的機率 四分之一是0.25對不對 二分之一是0.5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的機率分佈給它畫出來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第一個來觀察一下 這個機率分佈底下的面積是多少 這個寬度都是1 寬度都是1 這高度是0.25 所以這一塊 這一塊的面積是多少 這一塊的面積是這裡寬度是1 這高度是多少 四分之一 0.25 所以國小數學就告訴你 兩個乘在一起是0.25對不對 那這一塊的面積是多少 0.25 這一塊的面積是多少 0.25 所以如果我把這三個加起來是多少 1對不對 那這三個加起來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把我們這個機率加起來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們 樣本空間裡面所有的機率和 加起來當然是多少 1 好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每一條長條形的寬度是1 那它底下的面積和加起來就會是1 這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的機率的分佈 好 所以我們現在做法是這樣對不對 我們會把我們的樣本空間 所有都列出來 本來樣本空間是正正正反反正反反 這是我們的樣本空間喔 就是所有的可能 所有的可能呢 會因為你的隨機變數的定義不同 而造成它有不同的結果 你看喔 我隨機變數定的是什麼 正面的次數對不對 當你是正正的時候 你對到的正面的次數是2對不對 正反反正的時候 對到的正面的次數是1 可以嗎 當你是反反的時候 對到的正面的次數是0 可以齁 所以呢 我們一開始有講 我們回到最前面 回到前面 好 你看喔 它告訴你說隨機變數是什麼 是隨機實驗中 對立於樣本點的 時數值函數 有看到嗎 它是一個時數值函數 所以隨機變數 其實它可以當作是一個函數來看 你看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的隨機變數可以當作什麼 可以當作一個函數來看對不對 我們把正正送到2 把正反跟反正送到1 把反反送到0 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看的是什麼 我們想要知道這個隨機變數的機率分布 所以我們又可以把隨機變數 它相對應的機率算出來 隨機變數它相對應的機率算出來 隨機變數它相對應的機率算出來 算出來之後呢 再把它這個圖畫出來 這個就是隨機變數的機率分布 可以接受嗎 好 好 所以我們之間會有一個這樣的關係 就是我們把樣本空間 用一個隨機變數的概念 把它送到 變成一個函數 把它送到另外一個空間 送到另外一個空間之後呢 我們再透過機率的概念 再把這個值再送到第三個空間 好 記起一下就好了 這對你們以後有幫助沒幫助 要看情況 好 所以呢如果假設呢 大FS呢 是一個離散型的隨機變數 那它隨機變數呢 它有什麼 S1 S2到 Sn 它的值 有S1 S2到 Sn 那對應每一個Si呢 我都可以算出什麼 大X等於小Si的時候的機率 就像我們剛剛算的 銅板沒有出現正面的機率 或者銅板出現一次正面的機率 或者銅板出現兩次正面的機率 可以嗎 那這些機率值一定會介於0跟1之間 另外就是把這些機率值加起來 它的值都會等於1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把PS呢就稱作大S的機率分布 機率分布是什麼 就是把這個圖畫出來對不對 就是它的機率分布 可以嗎 來看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講這兩個例子都很重要對不對 他為什麼自己會跑 好 這個例子是丟兩個骰子 它的點數核 兩個骰子它的點數核 好 所以我們Y呢 現在是點數核喔 好 所以我們用大Y這個隨機變數來代表點數核 那小Y就是隨機變數的值 所以小Y有多少 兩個點數加起來最少是什麼 按到按鈕 最少是兩點 最多最多是多少 最多最多是12對不對 所以它的點數的核可能是2 可能是3 最多最多可能是12 其中一個值 所以小Y可能是2 可能是3 可能是12 這樣可以嗎 好 等一下要換你們上來做囉 來我現在要算一下 當大Y等於小Y的時候 它的機率值是多少 所以第一個 來隨機來抽一下好不好 大Y等於 小Y 我先寫一個喔 小Y 小Y最多是多少 最多是2 對不對 最少 對不起 最少是2 怎麼一直講錯話 來小Y最少是2 所以呢 當PR 隨機變數兩個骰子的點數核 這個隨機變數大Y等於小Y 那小Y現在是多少 小Y好像是一個藝人對不對 當它是2 當它是2的時候 有沒有 就點數核為2的時候 那就是多少 就是小P2的時候 那它的機率是多少呢 總共有36個對不對 加起來是2的只有什麼 一個對不對 所以這36分之1 可以嗎 好 好再來 來我們來抽人好了 再來就是看小Y等於3的時候 順便可以看看誰又來誰沒來 你是最後1號對不對 那最後是70幾號 71 71 最後嗎 不是啊 因為什麼號碼中間不是有跳掉嗎 上次 上次有人跟我說最後要是幾號 有90幾號 有90幾喔 那我後面會點不到呢 那我下次還是用以色料來挑 好 來這次先忽略掉你 不然每次都沒得加分 不然先問你啊 你要不要上來做 好啊 不要 31 好像沒有這個人 31喔 好 來 我現在要看 你看 Y核 點數核是3的時候 它的機率是多少 36分之2 好啦 那怎麼寫 會寫嗎 就把什麼 就把什麼 啊如果我擦掉你會寫嗎 我擦掉你要寫寫看嗎 你要寫寫看嗎 你要寫寫看嗎 對啊對啊我把它擦掉 哈哈哈哈 唉 31號我要抄一下 不好回去就忘 我常常抽到你嗎 不然我對31號怎麼這個數字這麼熟 喔 上次公駕 上次公駕 上次我抽好幾次 喔 上次點了他兩次 喔 上次點了他兩次 對不對 不是我點 是 是手機點的 好 36分之2 來 OK好 哎呀 好 這個問題就是 當我的點數核是3的時候 對不對 我隨機面數畫一次點數核 點數核等於3的時候呢 是多少 36個裡面只有 這兩個對不對 好 所以是36分之2 好 閃掉 來下一位 我們怎麼要算到 不要啦 算到12太多了 叫五個上來就好 51 有51嗎 沒有 61也沒有 為什麼一直跑1 38 叮咚 38來 來 當點數核是 5的時候 好不好 點數核是5的時候 基率是多少 來上來吧 點數核為5的時候 我說隨機的就是隨時都輪到你啦 所以你要看一下 算是在這裡喔 5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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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那個手勢是寫4 所以我這裡看不到 我沒有猜錯嘛對不對 你 好 好 好 這就是 WORTH 個 ť 好 OK 好 你看喔 當小Y是5的時候 這是我的點數而是5的時候 那我的大Y等於小Y 他這樣寫沒有錯啦 只是說我們大Y等於小Y 這個Y現在只是多少 是5對不對 這個隨機變數的值 現在是5喔 那就等於是出現5 點數而是5的機率 那點數而是5的機率 是4個對不對 所以36個裡面 他佔了4個 可以嗎 好 我再叫一個就好了 再抽一個 點數而是 7的 好 他真的很喜歡31耶 今天有兩次了 為什麼 他現在怎麼都出現1 他不公平喔 這麼想 12 好 好 比較難一點的我會叫他自願 這個簡單一點的 主要是希望你們不要睡覺 這樣 你這樣講不是告訴我他在睡覺嗎 你這樣講不是說 好嗎 你這樣講不是說 好嗎 我沒有說 好嗎 我沒有說 這個不公平 你怎麼看 這不公平 要是 是 沒有 能不能夠 好,没有错,很好 好,所以呢,它的几率是什么呢 它的几率就是pr 大y等于小y,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看到的 这时候我们随机变数的值是多少 是7,所以就是我们点数盒是7 那点数盒是7,我用绿色的 点数盒是7,有在哪里 6加17,5加27 4加37,3加47 2加57,1加67 所以是多少 36分之6个,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其实呢 这个呢,你高中就做过了哦 来,我画给你看 高中就告诉你点数盒是2的是1个 点数盒是3的是2个 点数盒是3的是2个 点数盒是4的 Windows 8怎么这么讨厌啊 哎呀 3个,点数盒是多少 是5的有4个 再点数盒是6的有5个 再点数盒是7的有多少 有6个 最后呢,又回到多少 点数盒是8的有5个,对不对 好 所以呢,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 以前高中就叫你背的 123456754321,还记得吗 我们高中应该有背过这个 对不对 好 指两个骰子的时候 这两个骰子的点数盒 它的分布是123456754321 我们总共要背两个 另外一个我忘记了 还有另外一个 好,也是要背的 那时候不背可以啊 请你自己慢慢算,对不对 好,你背起来呢 考试的时候速度就会怎样 就会比较快 好 好 我并不觉得这样是对的啦 所以在这门课 我不会教你背好不好 好,如果就算我考试 我会出什么 也会出土让你算好不好 好 好 所以我还没有放弃要考试 好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几率,对不对 这个几率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分布画出来哦 来,我们来看它的分布 它的分布是什么 合是2 合是3 合是4 合是5 合是6 合是7 合是8 合是9 合是10 合是11 合是12,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几率是 36分之1 36分之2 36分之3 36分之4 36分之5 36分之6 36分之5 36分之4 36分之3 36分之3 36分之7 好,36分之1 好,对不起 就可以画出什么 画出这样的一个几率分布 有问题吗 诶,真的耶 第一次有人发现耶 自己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呢 这个是36 36 36 好,这个可以接受吗 这个就是 合计变数Y的几率分布 来,再注意一下 它底下的面积盒是多少 底下的面积盒是1 对不对 因为底下的面积盒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把这些几率值都 加起来 可以吗 所以一个几率分布 它底下的面积盒 加起来一定是多少 1哦 好 好 好 那我们之前有看过长条图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长条图 我们之前不是有看过体重的长条图吗 那我们呢 长条图看起来像不像是一个几率分布 像,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缺点,这个加起来是1吗 不是哦 因为这个是什么 25个人 这20个人 这15个人 10个人 5个人 对不对 加起来不是1啊 但是我们有教过另外一个叫什么 叫相对次数长条图 还记得吗 那时候我告诉你说 如果你真的要画这个图 要怎么画 你就把它除以总数 先画完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高度换掉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有除以总数 所以这个加起来就是1 可以吗 所以如果我们的随机变数 没有办法利用古典几率 利用我们学过的几率 来帮我们算出它的几率分布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它的长条图 利用它的长条图 把它长条图的刻度改成 处以总数 把它刻度改成在0到1之间 那就是它的相对次数长条图 我们就可以利用相对次数长条图 来代表它的几率分布 可以吗 来估计它的几率分布 这有没有问题 好 好 所以呢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做的实验 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丢铜板吗 对不对 我们丢铜板 其实我们是希望利用什么 利用我们实验的结果 来看看 它有没有办法 就是估计出正面的次数 它几率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得到反面的次数是二分之一 对不对 它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所以呢 几率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 我们在长期的事件 发生的相对次数 如果一直重复的话 那实验的结果 它的相对次数长条图 就会跟我们古典几率算出来的长条图 会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相对次数的长条图 来估计 离散随机变数的几率分布 好 来就像我们丢铜板一次两次 这样丢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丢过了 对不对 丢过把它记录下来 好 那这个是呢 课本它上面写的 好 假设我丢出来呢 是一个好 这是我原始的 左边 是铜板 丢两个铜板 出现正面次数 它的几率 还记得吗 它的几率分布是什么 没有正面是四分之一 一个正面是二分之一 两个正面是四分之一 对不对 右边这里 右边这里是观察到的 他丢了一千次 有没有看到他一直丢铜板 对不对 他一直丢铜板 他丢了多少次 他丢了一千次 之后他观察到的 一千次之后 他发现有两百六十次 他发生了没有正面 就是两个反面 可以吗 517次出现一次正面 223次出现两次正面 今天我们不丢了好不好 如果每次都这样丢 我们会交不完 好 然后呢 它的相对次数怎么算 还记得吗 除以多少 一千 对不对 你就可以得到 正面的几率大概是0.261 对不起 没有正面的次数0.261 一次正面的几率大概0.157 除以一千 两个正面的几率大概是多少 0.223 你有发现这个很接近的呢 0.223很接近 0.25有没有 0.517很接近 0.5 0.5 0.26很接近 0.25可以吗 好 所以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我们利用古典几率算出来 右边是利用我们观察到的数据 来估计出它的几率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好 那我们随机变数里面呢 我们有分成两种 有一种呢 是随机变数 就是我们资料的平均数 资料的平均数是什么 就像我们观察到的数据 去做出来的平均数 这一种叫做资料的平均数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母体的平均数 母体的平均数就是呢 把所有的可能都考虑进来之后 算出来的平均数叫母体的平均数 那资料的平均数呢 就是我们之前算的 我们叫小S8 母体的平均数呢 我们给它一个数学的代号 好 还来得及 给它一个数学的代号 来 这个要会写 这个怎么写 看清楚哦 这怎么写 滑鼠往上 不是滑鼠 来 比往上拉 然后再画一个mu 这个叫mu 你看这个尾巴 下面长长的 这个怎么念呢 这个念做mu 可以吗 好 念做mu 好 这个我们念做mu 好 那资料的平均 资料的平均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上上礼拜讲过的 就是把所有的数值 就怎样 加起来 除以n 这就是我们资料的平均 这是最简单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如果我们以刚刚那个观察到的次数来看 来 这个步骤要会 我刚刚在看时间就是 刚刚在看时间就是 要看这个有没有空讲 我们讲完这个大概就休息了 好 我们本来资料的平均是什么算 就是把我所有可能的 所有 都不是所有 所有观察到的子 加起来 除以n 对不对 可以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现在观察到什么 我们现在观察到的0 有几次 260对不对 1有几次 517 2有几次 223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把0 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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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加 对不对 总共加了几次 260个 再加1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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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对不对 然后再加2 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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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多少 223个 可以吗 好 总共除以多少 除以1000 好 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比拘数 对不对 可以接通吗 1000就这样算 好 那我们可以把它化减了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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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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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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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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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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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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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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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随机变数的S的值是1 上面是小Ns517除以总数N 这个是小N随机变数的值 小S是2 上面是小Ns223 下面是N 所以每一项都是什么 小S乘以小Ns除以N 每一项都长这样 然后把这些加起来 就是我的平均 可以吗 最后就会变成 0乘以0.260 加1乘以0.157 加2乘以0.223 这就是我的平均 可以吗 好 来仔细看这里 我们刚刚有告诉你说 这一个 是我们观察到的相对次数 对不对 那相对次数呢 它其实是什么 它其实跟谁很接近 跟我们模型的什么 几率是很接近的 对不对 是跟这个几率值很接近的 有没有 所以呢 你看我们这个值跟谁很接近 跟几率值是很接近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把每一个随机变数的值跟它相对的几率乘起来 每一个随机变数的值跟它相对的几率乘起来 每一个随机变数的值跟它相对的几率乘起来 乘起来之后再全部加在一起 就是它的平均数可以吗 那这个平均数呢就是我们母体的平均数 可以接受吗 这两个平均数的值会不一样 一个是观察出来的 所以它是资料点的平均数 另外一个是用它母体几率算出来的 去乘出来的这是母体的平均数 会有一点差 为什么会有差 因为我们在现实上 不太可能会真正观察到什么 观察到它这个出现刚好真的是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对不对 就像你那天丢铜板 有没有 你不太可能会真的丢到什么 正面的次数 正面的几率刚好是二分之一 反面的几率刚好是二分之一 可以吗 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值 如果数据很大的时候 它会很接近 可以吗 数据大到足够大的时候 它会很接近 好 所以呢 我们母体的期望值 或者母体的平均数 我们会叫做期望值 所以我们把期望值的概念带进来 母体的平均数 又叫做期望值 它是怎么算的 它就是把X 随机变数的值 乘上相对应的几率 全部加起来 刚刚推导那些过程是告诉你说 这个公式其实在算什么 在算平均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是从什么样本的平均 变成在算母体的平均而已 好来看一下 来 像这个样本的平均数 这个刚刚算过了 这很简单 怎么算 S bar怎么算 我换别的颜色 来S bar怎么算呢 是直接把0 乘以多少 0.26 对不对 加上1乘以多少 0.57 加上2乘以多少 0.223 好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乘这个 加这个乘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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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6 加0.517 不对吧 所以加起来多少 3 456 0.963 加0.26 所以是3 62 哦 上面是0 不用 所以0.963 对不起 所以是多少 0.963 可以吗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母体的怎么算 来母体的 我们要改成什么 μ 对不对 母体是乘上 它的几率模型 就是它的几率分布 所以是一样 0乘以0.25 1乘以0.5 2乘以0.25 加起来 对不对 所以算出来 我把40写下来 0乘以0.25 这很简单 加上1乘以0.5 加上2乘以0.25 所以算出来是多少 0.5加0.5 所以是1 对不对 它有没有很接近 我们刚刚的 S bar S bar S bar是多少 0.963 有没有很接近 对不对 但是两个不太一样 一个是母体的平均数 是1 样本的平均数 是0.963 我们现在真实的社会 其实是真实的资料 很少能够得到母体的 我们大部分都是用到样本的 可以吗 所以我们主要是利用 样本的平均数 来估计我们母体的平均数 往下咯 好 我们把这一题讲完 就休息好不好 好 这个就是算期望值 很典型的一个题目 你以前高中算的 都比这个难 对不对 我本来还有另外一个 我把他砍了 高中算都比这个难 现在呢 你扑100块 然后去选一个三位数 然后店家用随机的方式 选出一个三位数 来当做什么 得奖的号码 如果店家选出来 这个三位数 跟你的三位数 打得一模一样 例如你选000 店家刚好抽出来 这000 刚好一模一样 那你就得5万块 如果不一样的时候 那100块 你付出来的100块 就归店家所有 那现在问你平均来说 你每次会得多少钱 这赌博最常见的 对不对 好 好 所以首先呢 我现在要把我的 随机变数定出来 我的随机变数是什么 是你得到的钱 对不对 那我得到的钱 会得到多少 不是你 对不对 我得到不是0元 不然就是多少 就是5万 对不对 这两种可能 不是你 就是5万 对不对 我现在问你是 每次会得到 平均每次会得到多少钱哦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把他的机率算出来 对不对 来 现在第一个问题 我现在可能得到了两种情况 不是0 就是得到5万 对不对 那我得到0元的机率是多少 0.999 我得到5万的机率是多少 0.001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变价收出的三位数 有多少都可能 1000个 对不对 0.001到999 对不对 只有一个会长得跟你一样 对不对 其他都不一样 对不对 那他跟你一样的时候 你得到的是多少钱 5万块 对不对 所以你得到5万块的机率 就是什么 跟三位数 长得跟你一样的时候 的机率是一样的 可以吗 那三位数跟你一样 1000个里面只有一个 所以是0.001 剩下来的0点 剩下999个 你都拿不到任何一毛钱 所以你得到的是0 可以吗 好 那我们接下来算什么呢 算期望值 对不对 我得到多少钱的期望值 怎么算 期望值就把你的什么 你得到的x 小s就是你得到的钱 乘上它相对应的几率 小s乘上它相对应的几率 对不对 乘完了之后 给它全部怎样 加起来 可以吗 所以这个地方是0 这个地方是多少 50 所以就等于50 可以吗 好 所以呢 我的期望值只有50 什么意思 我付出100块来玩这个游戏 我平均长期下来 我只会拿50块回来 所以怎么算都是你赔钱之类 其实完产券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你每次都看到有人中 你没有那个 集意累积到10亿 15亿的时候 都有人中对不对 可是每次中的都不是 都不是你对不对 都是别人 搞不好在场的有人中过 对不对 中过就不会在这里 你错了 如果今天是我中了 我一样坐在这里 你懂吗 为什么 因为你中了你坐在这里 你才没有人知道你中了 对不对 如果你中了之后 你人就不见 你就把工作辞掉 你人就不见了 那人家就知道你中了才见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的期望值怎么算 就是0乘以0.999加上5万乘以0.001算出来是50对不对 好 所以随机变数S它的值是什么0或5万 长期下来你买一张彩券的长期平均所得只有多少钱 只有50块 所以呢 长期而言店家只有把收进来赌金的一半拿出来当彩金 对不对 好 所以他自己留了一半 所以他是会赚钱的 所以赌博事业都是会赚钱的 都是这样子的 看着这个要讲吗 好啦 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好了 因为这个要花很多时间讲